回来啦 我回来啦 妈 到沙发给你坐 还是家里好 什么情况 喂 这 你找小伟 你找他 干吗打我电话呀 好好 你等会儿啊 叫你 做什么呀 喂 我是 在哪家医院 我马上到 什么 什么啊 喂 喂 谁啊 怎么了 到底怎么回事啊 行吗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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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拉拉在医院里做手术 手术 不是 她吗 她的肉 我不是说 我不是说 你不是说 吗 你不是说 我不是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总 拉拉是一个好女儿 如果你是真的爱她 我希望你能好好珍惜她 我说的这个珍惜是全面的 每一个孩子都是一条宝贵的生命 拉拉虽然 她非常热爱工作 她想好好地在事业上有所经营 但是你们好不容易游泪 我想你误会了 我们都特别想保住这个孩子 尤其是拉拉 她尽最大努力 真的 但是没办法身体不允许 还有一件事情 我觉着于情于理 我今天必须告诉你了 拉拉怀的那个孩子 是你的 我欣赏了 来 原谅她 原谅她 就当过往 去你相聚的地方 会自由 开满一路芬芳 放不下地入魔未尝 原谅她 你会长大 就算迷路又怎样 让微笑的光芒 再找回方向 你用坚强一个人疗伤 小伟 小伟 回来了 你去劝劝他 去劝劝他 你劝我呀 我知道了 你去劝劝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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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你这样沉默不语 借酒消愁就能解决问题吗 你以为天底下只有你最痛苦吗 你知道一个女人 对于她最重要的是什么 这样符合孩子 拉拉先失去了你 又失去了她最心爱的孩子 我相信拉拉一定会比你更痛苦 可是你呢 你在做什么 萎靡不振 借酒消愁 你还有这样多久下去啊 我说的话你听进去了没有 我要做些什么才能成为 你们眼中所谓的男人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担当起所有的责任 我真的很希望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 我努力让每一个人都得到他们想要的 但是我真的找不到办法 我曾经是SH的销售总监 我自己开公司 我以为可以做得风生水起 但是就是会有合作伙伴跟你拆伙 不管是因为大环境 还是因为人事的关系 公司的发展就是不会如你所愿的 风生水起 很多事情不是我一个人可以掌握的 我想要因为拉拉 但是拉拉就是没有办法接受 我曾经跟另外一个女的 有发生过关系 都姑且不论我 凯思的孩子到底是不是我的 很多事情不是我能够掌握的 你什么时候看我喜欢静酒消愁 你什么时候看我喜欢萎靡不振 什么时候了 拉拉为什么不告诉我 那个孩子是我的 每一个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想法 真的 不是我能够掌握的 我很想 我知道你是一个孝子 你想让妈妈开心 想对开喜负责任 又想让拉拉回到你的身边 可是这可能吗 你没有办法让所有人多开心的 是吧 这就是人生 人生就是这样充满了起起伏伏 人生也不可能一直都是如愿的 工作的挫折感情的挫折 可是明年是不是还要唏嘘 日子不过了吗 小领今年多大了 不管做出任何选择 都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人生是你自己的人 是我们自己的人生 你懂吗 给你举个例子吧 但是我那么喜欢陈毅 可是陈毅却是因为想接近拉拉 而接近我 当我知道这个事实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世界都垮了 可是那怎么样 睡觉第二天醒了还要继续 张思源 是她一直在我的身边 可是我们年纪的差别 因为我不在意吗 可是我最终选择和她在一起 我遵循我内心的选择 不管这个选择最终结果是如何 这都是我自己的选择 这就是人生 你必须在每个阶段做出 属于你的选择 可是现在你 你没有选择 小伟 是该做出选择的时候 希望我说的这些话 得你有所帮助 我的那种连结石 是让你开心的 对 我跟您 slash 你多做这些话 希望我能做这个厕法 你不认识 你不认识